记者陈玉富台北报道,党产会今日召开民众服务社听证会,调查民众服务社是否为国民党的附随组织,针对党产会质疑,国民党刊物及中常会议记录,皆有证据显示民众服务社受国民党控制。 对此,利害关系人国民党代表为凭证声称,中国国民党文宣会有一定的夸大,不能随便引用,否则会有危险。 为撇清与民众服务社有所关联,国民党考计会主委魏平正表示,党产会调查报告不断去引用国民党中常会及内部会议的资料,甚至连国民党去颁发证书都拿来认为是负随组织,这是不妥的。 魏平正更强调,中国国民党文宣会有一定的夸大,不能随便引用,否则会有危险。 针对国民党提供办公厅舍给民众服务社使用,魏平正提及民众服务社和本党立场相同,都是服务民众提供办公处所没有问题,只是提供办公资源。 国民党没有控制其人事和业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